各位媒體朋友好 今天COVID-19新增20802例本土病例 今晚遺物有290例 另外死亡個案有22例 今天新增的病例數 較昨天少約250例 減少1.2% 較上週日少約970例 減少4.5% 那今年到8月13號 本土病例總共483080例 那今天新增105例本土中重症以上個案 那迄今中重症共22329名 其中8582名死亡 那目前輕症無症狀者 占全部病例的99.53% 那昨天6個月到4歲的幼兒 有5148人接種莫德納疫苗 那累計接種13萬0385人 那占肝源營成16.5% 另外昨天總共接種32355人次 疫苗接種人口涵蓋率 第一劑92.20% 那第二劑86.19% 追加劑接種率71.71% 那第二劑追加劑接種率8.23% 其中65歲以上接種率是31.4% 那今天沒有特殊死亡個案 那有一例兒童重症 市民17為10歲的男童 無慢性病時 在6月2號接種第一劑疫苗 6月8號快三陽性確診 8月1號起陸續出現發燒腹痛全身紅疹 雙眼睫膜炎 8月2號到急診就醫 診断疑疽違反殖 memories 收治一般病房住院 經免疫球蛋白類固存 Medicare 醫生 Powder 疑伙療後病況好轉 8月8號康復出院 那其实今天儿童重症总共167例 包括脑炎27例 肺炎21例 心肌炎1例 败血症3例 孝侯9例 加冬死亡6例 密西有97例 共病3例 那所有儿童重症其中有27例死亡 以上 感谢观看